小兄弟 小兄弟 为了多谢你救命之恩 我们就没什么好东西 这只能杀只鸡请你们吃吧 靖哥哥 真是太好了 我们就拿这只鸡烧给气功吃 你说好不好 好 好啊 但是在哪儿烧呢 陈主 谢谢你 我们就借一下地方 请你把鸡给我 我来烧 荣儿 你要怎么烧这只鸡 我不是跟你亲公说 要烧叫花子鸡给他吃吗 荣儿 这名字我连听都没听过 你教教我 好 靖哥哥 你帮我把桌子上的泥拿到这边来 裹在一起跟水 然后把这些霍了水的泥裹在鸡上 整只鸡都要全裹住 荣儿 这是谁想出来的菜 这么奇怪 靖哥哥 这不是人想出来的 是碰巧碰上的 听我爹说 是从前有个叫花子 我爹偷到一只鸡 怕被人吃掉它偷鸡 就把那鸡呢 用泥活起来 让人看不出来 再藏到一个庙里 想等到晚上了再去吃 但是没想到那个庙突然着火了 那后来呢 那火把整个庙都烧光了 叫花子回到庙里 看到庙已经被烧光了 想到他的鸡还在里面 就马上跑进庙里去 找他拿泥巴裹出他的鸡 谁晓得 那个叫花子把那一团泥巴剥开之后 那鸡不但已经被烤熟了 还香喷喷的 很好吃呢 好香 出这样 这个菜就这么传开了 等到抹上那些湿泥干了 这就行了 好香 好香 好了 我们去找气功 好香 他吃 费光 我转不久 好香 吃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香啊 我先试试味道 证明你真的会烧 好不好 好 好 不然看你也不会相信 好 我先试试味道 好 奇功 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吧 妙齐了 妙齐了 连我这个老叫花子的祖宗 也整不出来这么般了不起的叫花子鸡 好吧 老叫花子呢 就是嘴馋 实在对不起了 我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我这儿呢 有一个昨天的顺手牵来的金镖 娃儿 你拿去吧 没钱用的时候啊 也能换点钱呢 你不怕 我们当年是朋友 请朋友吃东西 不能受理 这就难了 如果我老叫花子讨的是炖 蝉羹冷串 也就怕了 今天吃了你们这么一塌顿 这是天大的恩惠了 胡语报答 这 这样好了 你们有什么心愿 说给我听听 奇功 这不算什么 你别在意了 傻哥哥 你这么说奇功就不会教你了 从刚才这两个娃儿的角度来看 该都是会武功的 难道是让我教他们两手 可是 这娃儿嘴里却不说半句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且把她说破 就吃这娃儿的心思了 傻小子 你当然没什么 但女娃娃可不是没什么的 娃儿 我早就看出你们都会武功了 你费尽了心机 整了这么一顿好菜给我老叫花的吃 你这不是好心的 是不是让我非叫你们不可啊 好啊 好啊 吃了这么好的东西 不敲几手也说不过去呀 来 你想学什么 奇功 我说她武功不如我 常常为此生计 她就想赢过我 这样 好 她想了 等我来 好 好 你跪下立格式 如果得到我的允许 不可将我传你的功夫传手他人 包括你那鬼灵经的女娃儿才能 奇功 我不要学了 让他武功比我强就是了 为何 若是他要我教 我不教是对不起他 教的是对不起您 傻小子心眼不错 当真说一事一啊 奇力儿 我就教你一套降龙十八掌 保证你能赢我这个鬼灵经 而且啊 这跟他的路子不合 他也学不来的 奇功 你让静哥哥变得比我强了 那以后如果他欺负我的话 我该怎么办 依你说要怎么办 你也教我一套功夫 要赢过他的 好吧 等我教会他之后 我再教你一套消油油的武功 哪有 好 这棵树 傻小子 你对着这棵树 用我刚才的招式来练 一直把这棵树打断为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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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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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我真是无意为报 娃娃 别磕走 我是为吃你玩的好菜 还敲你武功的 我们可没识通明白啊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小姑娘 我可是看中你了 白衣女子 小姑娘 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老叫花子 在我家白头山少数前休得无礼 给我住嘴 白头山 不就是那老毒物的窝吗 看这公子哥确实有几分与老毒物相像 请问个再说 你姓欧阳是不是 不错 前辈如何知道 在下欧阳 敢问您老贵姓 这位老前辈的名号 不用对你说了 说出来只怕吓坏了你 怎么说 你就是欧阳风的儿子了 是不是 老叫花子 没上没下 敢敢直呼我们老山主名号 不错 别人叫不得 我就偏偏叫得 看来真的武功之高 非我所能敌 还是别得罪的好 前辈认识家叔 你就是欧阳风的侄子了 我有二十多年没见过你家的老毒物了 他还没死啊 前辈不用担心 家叔近日就会来到 想必您两位老人家 有机会能一叙别来之情 燕京的小翠 可是你们抢走的吗 小翠 哪个小翠 你可不要冤枉我 你 前辈 在下另有要事 就先行搞退了 小翠 七公 老毒物是谁 你有没有听过东邪西毒南地北盖中神通 老毒物就是西毒欧阳风 你跟我爹齐年 功夫该是真的不小 鱼娃尔 你说什么 你爹 原来如此 鱼娃尔是黄老邪的女儿 难怪老叫花那一直觉得她面相好柔 鱼娃尔摸着我教杀小的武功 看来是怕他爹不喜欢这个傻角吧 七公 龙儿还有许多拿手菜 想煮给您老人家吃呢 如果七公再多留些日子 多交静哥哥一点功夫 不是一举两得 我看我要是不收这傻小的做徒弟 你这女娃尔一定也不会死心的 非要我这个老叫花的收她为徒不可 反正老叫花的已经把这套香龙十八掌传了给她 没空着再跟娃尔摩了 算是认输 老叫花的今天就收你为徒了 师父在上 受弟子郭敬一拜 好了 静儿起来吧 七公 我帮你找了个好徒儿 你谢我什么 打一顿屁股 你这鬼灵精啊 还想要老叫花的如何 教傻小的拜师的另一个目的 要不要老叫花的一并说出来啊 师父 拜师就是拜师 他有什么目的啊 你真是个愣小子 难怪女娃要费尽心机了 总之 女娃你放心 若你爹不答应啊 我就再跟他打个七天七夜 到他答应为止 这样安心了吧 多谢七公 多谢七公 除鹰歇啦 不过以后去了桃花岛 我可要细细的品尝一下你的拿手菜喽 多谢七公 对 你好 你 好久不見 有兩頭好大的白鳥 好久不見 你都長這麼大了 金哥哥 你認識這兩頭塔白鳥啊 好久不見 你認識這兩頭塔白鳥啊 这是华征写的 库靖 你好吗 家里一切安好 你娘也很好 你不用担心 白鸟鸟鸟 海海已经长大了 我想你在江南会用得着 就让他们留在你身边帮你 您先要小心 华征 华征 这名字听起来 像是个女孩子的名字 华征从小就跟我在一起的 这两个大白鸟叫鹰鹰海海 以后会一直跟着我们的 海海 这名字真好听 就像一对神鸟 莫姐姐 怎么会是你 看你脸色不太好 发生什么事了吗 木姑娘 有什么事跟我们说主 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郭大哥 妹子 不瞒你们说 我是为人着急 是 莫姐姐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说的我不太明白 是这样的 杨康担任经过亲事 要去杭州 他每天再不上 被一些湖上的强盗捉走了 关在一个叫 归人庄的地方 郭大哥 我知道杨康做错了很多事 但我要救他 我现在就要去请师傅来 木姐姐 你为什么要救杨康 他又不肯跟你成亲 是这样的 我依附他们去世之后 他告诉我 说会跟我成亲的 况且 我依附已经把我许配给了 除他之外 我也不能再诈他人 郭大哥 我得先走了 牧姐姐 牧姐姐 柔儿 我们去归云庄看看 杨康他都悔改 不再帮金人做事 早就救他 靖哥哥 你这个人就是心好 船主 归云庄怎么去 我送你们去 上船来吧 好 靖哥哥 你得跟我说说 大梅雕音音 海瀚是怎么来的 还有那个华真是谁啊 好 好 这是我在蒙古的 这龟云庄看来不小 把这龟云庄看来不完 变成了 我都会看到 我看他们是不队的 睡觉 厉害了 好 什么 非常开心 对 不 我看没有声音 非常开心 我拿去跑了 柔儿 放心 我一直陪着你玩的 人家不许想玩 茵茵 你们资格在这附近 我跟柔儿进庄去办事 我们进庄去吧 可写还有好厚 我跟柔儿进庄去 做好一点 虽然有签调 来 我们要见庄主 可以进去吗 庄主在大厅里面 请进去 请进去 小弟 郭敬 拜见庄主 静儿 你怎么会来到这儿 是马道长 听说最近桂云庄抓 道长 我们是沿途游山玩水 正巧经过这里 见到这桂云庄十分气派 就进来玩玩 先看看情况再说不迟 对 对 我们是沼文陆庄主的大名 今天正好路过这里 所以特地来拜见陆庄主 庄内的摆设和桃花岛我家的如此相似 莫非这庄主和我爹有关 庄主 你庄里的摆设真漂亮啊 姑娘 多谢你的夸奖 在下愧不敢当 对了 道长 您最近可有见过王道长 王氏帝 没有 有什么事吗 前几日晚辈在途中巧遇王道长 道长为了救晚辈反而中毒受伤 后来虽然已经服了解药 不知情况如何 竟有此事 不行 我得去瞧瞧 贫道原想听听求老前辈的教会 现徒有吉士 贫道就此告辞 日后若再有机会一定奉陪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前辈是二十名江湖上人称铁掌水上飘的球千任前辈 铁掌水上飘球千任 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成王庄主的抬举 老夫二十年来未在江湖行走 虽然庄主还对老夫的事这么关心 多谢 其实老夫若不是因为担心天下苍生气月 也不会重出江湖了 老爷子 是什么关系天下苍生的大事 快点说 从现在起 不出半年 大宋就让大祸无头乐 各位可知道 老夫得到确实的讯息 六个月之内 精兵便要大举南庆了 这次兵士急胜 大宋江山必定不报 这次兵士急胜 那也是无可奈何的 那么求老前辈 你赶紧将这消息禀告朝廷 他早做防备寄迎敌 年轻 懂得什么 宋朝若有了防备 只有兵货更惨 庄主 听说宝庄拿住了大金国的小皇爷跟兵马指挥使段大人 是不是 他怎么知道这件事 不过这样也好 小的我问 他要干什么呢 是的 碧庄的确抓了两位官 这两个人有什么要紧的处 咱们身在武林 最要紧的是狭义为怀救命疾苦 看金国大军指日流下 宋朝要是不知道好歹 肯归顺 打起仗来 不知要杀伤多少 常言道 顺天者昌 逆天成功 老夫 老夫此番前来 就是要联络江南侯杰 响应金兵 好叫宋朝眼看内外加工 无能为力 就此不战而降 这件大事一场 且别说功名豪贵 但是天下百姓感恩戴德 依然不枉咱们一副好身手 不枉侠义二字 你这个浑人 说的是什么话 我爹向来都说 金兵是坏人 你这个老前辈 竟然说出 这么不知所谓的话来 真是无耻 你这丫头 高闭嘴 此事与你无患 你多声话 口片要说 哪有人要面对 惹国家的道理 你这是什么前辈 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你这丫头 我都不耐烦了 我都教训你一下 你这黄黄丫头 就不是个好歹 求老前辈 明别给小孩子一帆见识 不行 这黄黄丫头 看招 你这回来 你还回来 你跑 下一回来 好 我赢了 我赢了 别想逃 我赢了 你这个丫头 也有我贪吃贪饮 快了肚子 要手下留情 才让你赢了这一招子 有什么话 之后到铁掌探来 也有我再好好地教训教训你 那有什么问题 我一定去 蓉儿 你跟她定什么约会 她怎么差 我才不怕她呢 好 你爷爷我在铁掌探等你 现在我闹肚子 我要去出宫了 奇怪奇怪 这可不像传说中的九老前辈 Bu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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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恐怕不会来救你的 靖哥哥 不是那个道士 他说的是他另一个师父 梅超风 我错了 所以我不用你们救 容儿 那梅超风若是来了 这肯定又是一场大战 我觉得我们通知庄主要紧 先别管他了 走 梅超风 梅师姐 二十年前一别之后 今天终于又见面了 看招 快点 快点 好 男人 我 小姐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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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备 靖儿 快把解药吞下 家男奇怪 又是你 没嘲讽 不能再让你用七王营摆不着害人 我要杀了你 慢点 师父 我桃花岛门人能让外人杀吗 爹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 我来找你的 爹 以后国会永远乖了 到死都听你的话 弟子拜见师父 江南奇怪 你了不起啊 在我面前 竟然要杀我桃花岛门人 你快自杀吧 免得我动手你多说我 你不认识我 红岛主 这不关我师父的事 是我 靖哥哥 你别乱说话 爹 没有 不是靖哥哥 你是谁啊 老叫花子素来不肯收弟子 竟然会把他最特意的降龙十八掌传给你 你必有过人的长处 你用老叫花子所传的本事打败了我门下弟子 下次老叫花子见了我 他跟你不说了 爹 他叫郭靖 他是个老实人 我就巴巴的吓坏了他 蓉儿为什么唬着这傻小子 我原想蓉儿流落江湖 必然有些辛苦 其实居然比从前更胜一丑 越来越来越想出了你 可偏偏这小子有一副傻样 看了就不信 老叫花子教你本事 让你来打败梅超风 明明是笑我门下无人 各个弟子都不争气 我站在这里不动 你把小龙十八掌 一掌一掌地向我身上招了你 只要引得我受了闪臂 举手阁挡 就算是不灾了 这样看来不动手是不行吗 只好打他几掌 他不过需要借力打力 将我反阵出去 让我摔起脚 这有什么关系 你也吃鬼掌 叫你知道是老教化的小龙十八掌厉害 还是我桃花走的小龙十八掌厉害 我长马厉害 爹 别挡 龙儿 走开 看来爹是不肯放过靖哥哥了 爹 你杀他吗 我永远都不再见你了 龙儿 你等等 你怎么回事啊 都是这傻小子 如果不是他 龙儿怎么会又离我而去呢 谁欺负我桃花倒人 我就要我谁的命 你们两人都快自杀吧 我不想再出手了 所有的事都是弟子引起的 跟我师父无关 只是弟子不仇未报 前辈可否宽限几日 付出意料 弟子亲来桃花倒零死 龙儿不知道怎么样了 没师姐 你不把徒儿带走吗 来人 把他们俩带出来 遵命 庄主 你要放了官者的那两个人吗 你不把你还要不留 之前我答应了梅师姐 要放了他 我答应了你师父 要放你走 顺便就把这什么官 一起带走吧 大英雄救命之恩 非职锻店的终身不忘 各位若去燕姐 小的怎能盡心招待 你 是段全德 正是 小英雄有何見教 十八年前 你可是去過杭州 十八年前 對 去吧 去吧 媽的 那年被一個臭女人害得我好苦啊 總算我段天德命大 死裡逃生 小英雄怎麼知道的 莊主 弟子想建有您的地方辦您私事 當得 當得 終於碰上這個惡賊了 師父 請您幫圖兒書寫先服領位 請您 請你 請 請 不痛快快的死 还是喜欢零零碎碎 先受点折磨 你老太爷故意是不幸丧命 虽然跟小弟有点关系 不过 不过小人受了丧命拆遣 神不由己 不得不为 谁拆你的 谁拆你的 害我爹爹的 快说 那是大金国的六王子 王爷洪烈现在是赵王府的赵王爷 你说什么 是这样的 王爷因为看中了杨家娘事 想出所有的计划 先要我们去杀她丈夫 和她结义兄弟郭小天一家 然后六王爷在 假装建勇为的救出包式 这一切的计划 都不是小人想出来的 公英雄 郭大人 你要相信小人 郭老爷 你在这里要明白 害你的仇人 是人家六王爷 是玩意洪烈这个畜生 可不是我这个蠢蚁不如的东西 你别让公爷挫杀无辜 你老人家保佑 能才搞了小人一套狗命吧 走 我去哪裙 那丰叶红烈 原来是你我的大仇人 小弟心情不信 世事造行逆施 这是罪该万死 小弟今日终止小弟确实姓杨 祝完颜两次 跟小弟毫无关系 从今而后 我就是叫杨康了 好 这才是不忘本的好汉子 我要去见京少完颜弘历 你去也不去 他养我一十八年 骗了我一十八年 我不会放过他 好 小弟随从大哥前去报仇 好 我娘曾经告诉我说 当年先父跟你爹爹有约 要我俩结义为兄弟 你依下如何 那是求之不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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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plier了 玩意洪廉這次派你去江南 到底是為了什麼 名義上是去江南一帶收集金銀 為了準備攻打蒙古 其实是为了一本五目遗书 据说是岳五目在死前写的一本兵书 这本书一直流传在民间下落不明 书中记载的是破金的药局 他怕落到大宋手里对经国不利 而派人四处寻访 原来如此 那我们启程吧 师父 我跟杨兄弟要去燕京杀完颜鸿利 我跟杨兄弟要先走一步了 好吧 静儿 你快去快回 我在杭州等你的好消息 郑主 多谢您的照顾 我要告辞了 郭兄弟 欢迎你再到贵云庄 木槿大人 您身体好吗 我 这我小心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已经找到杨康了 不过 他可是个男孩 我们已经结为兄弟 该死段天德 也受到了应酉的惩罚 在他后面 还有一个大坏蛋 一定要找到他 即帖报仇 在江南 我遇到了很多好人 他们都对我很好 您不用太担心 等我回到了您身边之后 再详细说给您听 您要保重身体吧 待我向华正问号 竟然敬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